台北股市沙尾盘 今天外资扩大卖超 投资朋友这个剧本 其实过2万之前 过2万1000点以前 都曾经发生过 还有外资今天卖超 你需要担心吗 特别留意 外资的卖超同时 它已经逐步的在去吃货 投信索马的股票了 母亲节之前 你有拿到这一份 强强联手黑马股名单的投资朋友 务必留意 接下来是你进场卡位的好时机 欢迎收看标股控盘数 我是陈俊远 Jerry 让我带你掌握标股节奏 与法人大户同步布局 好投资朋友 台北股市最近这两天的表现 很多人看了都会觉得担忧 当然也有人反映给我知道说 老师这两天的行情 真的会让人家不想看盘 投资朋友 许多人在这个时间点没有信心 许多人在这个时间点觉得哇好危险 这反而是个好机会 特别留意哦 昨天外资大卖270几亿 今天外资扩大卖超400多亿 你该担心吗 不要忘了哦 外资在送礼物你要接 好回跌的时候是外资在送礼物哦 当时候我们都跟大家同步来做提醒 如果外资在卖超 他是表面的总金额的卖超 你要懂得外资大卖超的时候 哎 他同时去吃货加码什么样的股票 你把那些股票抓出来 哎 这个就是你下一步 行情震荡整理过后 往上冲出新高点的过程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再叫上了哦 特别留意哦 过去那个2万点还没来的时候 2万1千点还没来的时候 我们都是如此哦 好来 那当然这边画面上你看到的 这一份我们其实在4月底 5月初母亲节之前 强强联手的黑马股 里面除了红海珍宝 就是大家你已经知道了泛宏集团的个股之外 泛宏海集团的个股之外 然后还有强强联手的黑马股 这强强联手的黑马股里面 哎 我有特别点到AI手机啊 来 哎 为什么AI手机 投资朋友 你把这一份资料拿出来 你母亲节之前就拿到了投资朋友 你把资料拿出来 手机拿出来 对 我点名里面有AI手机的股票 为什么跟你讲AI手机 我们哦 早在上个礼拜就跟他聊到了 哎 那个黄仁勋董事长会来台湾 啊接下来会有台北电脑展 啊你不要等到黄仁勋董事长到处逛夜市吃美食 跟民众合照的时候 你才要去买股票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啊 哎 黄仁勋董事长来台湾开始逛夜市的时候 AI机器人的股票 哎 开始涨不动了嘛 你看索罗门停滞几天了 哦 哎 原本拉厂停的那个广名 哎 不动了 那你要知道哦 这个时间点下一步的大行情是什么 下一步的大事件是什么 苹果哦在6月11号有一个WWDC开发者大会 哈哈哈哈 所以会动的是什么 啊苹果是做什么的 AI手机啊 啊不然你会发现哦 投资朋友 来 这一份资料 你要知道 里面已经有点名 那个AI手机的股票了 换句话讲 里面有两档股票 里面有两档股票 是我现在已经带会员在做卡位的了 这份资料你有拿到的投资朋友 上面有写AI手机的 好不好 好不好 来 所以这个机会 我相信啊 我资料没有在浪费的啦 很多人啊 那个拿资料 哎 明明哦 黑马股就在手里了 结果不会用 该买的时候不会买 所以你会发现前面红准拉涨停之前 有多少人手中就有红准的资料了 前面泛红海集团在往上喷 现在还有另外一档要接棒 哎 结果资料在你手中 不知道 不会用 可惜 我先跟他来聊 现在这个时间点你务必要懂得去观察 因为今天大盘杀尾盘哦 你可以发现哦 杀的是谁 哎 台积电 包含了哎 我们提醒多久了 你不要去买那个170块以上的红海 你贪不了啦 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 你要去买泛红海集团泛红的股票啦 他也没中天啊 他也没中天给你了嘛 你看一下你从前面两个礼拜去追170块的红海到现在 月底了还是170对吧 但你可以发现哦 像这种行情 连八颗 他的买盘力道就很明显吧 杀台积电尾盘结果尾盘连八颗是拉到平盘的呢 那你要知道就比对一下 连八颗创新高了哦 他已经创挂牌新高了 可是他的买盘力道是非常明显的哦 当然这是大股票 另外来讲的话 如果跟苹果有相关的 那你要知道我其他大股票是谁 这一支拉 这一支够低迷了吧 大力光啊 他够低迷了吧 现在基期够低的股票 你要懂得去留意 有一个题材给他 就有让外资在换股的过程 因为我们已经跟他聊到 外资卖超他是把 基期高的股票 把它换到基期低的 你真的要等到6月11号那个时候 那个苹果的开发者大会 然后上新闻了 他全面报道了 你知道买股票是不是 想想看 多久之前我就跟你讲AIPC 你这个礼拜 华人军董事长来 AIPC涨不动 机器人也涨不动了 前面先拉的AI股 你发现那个最近这个卖压都出来了 道理就是在这里 那我们都已经告诉大家 接下来 那个 那个 Apple 开发者大会 6月11号 现在是5月底 你有没有想过 AIPC 他在往前推两个礼拜 超过两个礼拜先发酵 你等到越来越接近 那个台北电脑产 华人军董事长都来台湾了 涨不动了 你现在换句话讲 两个礼拜之后 才会有Apple的开发者大会 你现在 AI手机股票 那你就要先买起来 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你要知道的 外资如果卖超好 像这种大力光 浴金光 这种的股票他就有理由 当然这是中高价股 500多块 大力光 2000多块 老师我买不去啦 没关系嘛 这份资料5月初就帮你整理好了 我现在要带货 有一些卡位这一些的股票了 其他跟AI手机有关的哦 切记 我们的掌握行情部署都是领先的 提前一步的 没有再说哇 那个黄仁勋来台湾了 才叫你 我赶快来进来嘛 AI股 赶快 AIPC 你有没有发现 他开始在吃夜市的时候 那个股价都涨不动了 当然了 我们已经跟他提醒过了 你想一下哦 过去你所熟知的AI股 是不是这一次黄仁勋来台湾了 涨不动了 广达有没有涨得动 林百里 广达的老板 林百里昨天才跟黄仁勋董事长去逛夜市 股价动不了 从头到尾都没办法动 因为他去年就涨还了嘛 尾创 这一次黄仁勋来台湾到现在尾创困死在那里 那我希望说这个时间就好是不是说他坏话哦 你要知道 基期够低现在11个利多 再来今年还没有 拉出一段主升段的 现在开始在做补涨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效应 当然今天的大盘三尾盘 好那我希望就是说 也让大家一起来看 这个沙尾盘你其实真的不用怕了 来 今天的沙尾盘是发生在 一点过后 比较大一点的卖压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12点过后就开始 那个慢慢的往下来做移动了 那这个沙尾盘的走势 我必须提醒大家了 切记因为昨天我们先提醒了 人家在做右空 那我告诉大家今天是5月30号 这个沙尾盘的走势 说真的 你一定要知道 大家很熟悉 我要帮大家来整理出来 5月其实发生了第二次了 前一次这种相同的方式来 沙尾盘是什么 5月9号 那你有看节目当时候 5月9号是还没有过 21,000点 当时候5月9号那个沙尾盘 外资也是连续卖超的 就像昨天跟今天一样 那5月9号的节目你有看 那我们当时候就提醒了 哎 这个沙尾盘的模式 其实 3月15号就曾经发生过 那3月15号那个时候大盘是怎么样 他是还没过2万 是没有办法站稳2万 那个时候你一看到2万看到3次 结果2万上去一看到就卖压杀下来 到最后他是利用这个沙尾盘 成功的右空完成底部 所以我们把今天沙尾盘 外资大卖超的手法我告诉你 因为接下来这种 外资接下来都会拉一波连续性的买超 所以你要留意 现在你看到沙尾盘 也许我们在下个礼拜 或者是6月中旬的时候 你会看到外资跟现在的对比 他是完全不一样 外资到时候都是一波的买超的 所以现在外资的连续大卖 他是为了后面一波连续的买超来做准备的 我总是要把行情压下来 我总是要把极其低的股票 那个来做低接的机会 所以压下来我做一个换股完 后面新一波拉奇亚的行情 自然而然他才会出现 我要吃货完才做加码 所以你现在重点是外资在投资什么股票 3月15号在这里 那个时候行情 大盘的位置在这边 3月15号 那个时候大盘还没有站稳2万点站不稳 所以透过那个沙尾盘成功的诱空 那个诱空完之后什么样 也是震荡3、5天 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2万点才站上去 5月9号那个沙尾盘是在这里 那个时候是准备要供2万1 也是一样 那个震荡完 慢慢的跌高才突破了2万1 到现在接近2万2 现在2万2没供过 还没供过 好他重新再来一次 所以接下来你要特别留意 下个礼拜二 因为今天是礼拜四 有三天的时间 礼拜五 下个礼拜一 下个礼拜二 你要特别留意 你这边来讲的话 不要等到这一条大盘的日线 那个 时日线 你不要等到大盘时日线 重新站回去了 这边来讲 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 你不要等到大盘时日线站回去了 到时候你就要用追了 好不好 特别留意 这个外资常用的手法 好不好 来 所以当你知道 这样的手法 其实在今年其实是重复使用过 重复使用过 那你从那个大型股 你也知道说 人家在慢慢在部署 资金在移动 接下来 Apple的那个开发者大会 6月11号 现在是5月底 人家提早两个礼拜 来做部署 你要看得懂这件事情 好不好 所以特别留意 我问你提醒大家 来 你今天看到外资扩大卖超 你该害怕吗 今天外资卖超435亿 你该害怕吗 不用啦 我已经提醒大家了 5月9号那个时候 外资也是大卖 也是连续大卖 后面拉一波连续大卖 3月15号那个时候 外资也是大卖 后面拉一波连续大卖 所以 2万点站稳 2万1千点站稳 都是用这种手法来的 所以你现在留意说 这个行情是在酝酿什么 2万2 他在想办法 要供2万2 那当然这边 如果看空的人 外资也是很希望你进去放空 有右空 有仰空 后面才会有嘎空 2万点 2万1千点 都是这么来的 从3月4月5月完到现在 还没结束 特别留意 你如果看得懂这一点 你就要知道说 我行情在这里 你要选择 你要懂得去抓 那一个基期相对比较低的股票 散热 上个礼拜的节目 我们告诉大家励志 那一个时候 全市场都知道双红很强 齐红很强 双红跟齐红他带给你是什么 我告诉你 你有接棒股的概念 你就知道励志 好 励志当时候有没有涨 画面为证 5月23号那天是跌的 那一天的K棒是收黑K 对吧 那一个时候黄仁军董事长 还没来台湾 来 我希望就说大家你看一下 那个 好好思考一下 你对比一下散热族群 今天散热族群的个股 你就会知道说 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来 3324双红 今年来讲的话 我说最强的 AI散热股 3017的齐红 他今年来讲的话算是第二把手的散热股 3653的建策 散热里面的千金股 散热之王 今天大盘跌 沙尾盘 这三档股票全部都跌 你看一下励志 励志今天是创新高 今天是创破坏新高 大盘跌 大盘沙尾盘 外资卖超400多戏 他老兄是创新高 为什么 基期低 基期低 你可以看一下 双红今年最大的涨幅出现在第一季 那个最大的涨幅是从去年年底延伸到今年的第一季 对吧 所以他基期是不是跌高了 对 3017的齐鸿也是一样 他是第二把手的散热股 也是一样 所以他基期跟双红样都跌高了 包含了这更不用讲了 这个上千元的散热之王 对吧 你可以看得到 哇 那个都从去年年底衔接到今年第一季的 所以基期跌高了 像这一种外资在调整基期的状态 他们铁定就涨不了 很容易的会变成是提款对象 可是你看一下 今天创新高的励志 你可以看一下 前面双红很强的时候 那个齐鸿很强的时候 建策变成千金股的时候 他在干嘛 基期够不够低 对吧 所以今天大盘沙尾盘 双红 齐红 建策全部都跌 反而这个基期低的励志 它是什么 涨的而且创新高 你要有这种观念 你铁定要有这种观念 否则 真的这个时间点 你会真的会被大盘涨跌所迷惑 各大族群里面如果有这样的股票 基期够低 会发动接下来主升段 或者是接棒的一个公式的主角 那切记 外资就是要回补这种股票 来 切记 外资就是要回补这种股票 尤其是 接下来 AI的 走势 你慢慢要知道 黄远勋董事长 那个发表完演说 他什么时候发表演说 6月2号 台北电脑长什么时候开幕 6月4号 所以差不多了 你那个 AI股你要懂得 怎么样去做一个调节 那接下来 你要赶快 资金要转换的地方是什么 Apple的开发者大会 6月11号 你不要真的等到6月11号 才去买Apple的股票 好不好 我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这个时间点 你如果知道 操作的重点在哪里 你就不会去理 大盘今天扎尾盘 外资卖超400多亿 哇 会不会直接破2万 今天真的不夸张 有人留言给我 老师这种行情 让人家不想看盘了 哇 有人跟我老师 这两天的行情好闷 真的还有另外的 这种恐慌的 老师会不会破2万 你如果现在怕 那个行情真的来 我跟你讲 你可能也不敢去进场了 破2万 不是现在 破2万 你要期待破2万 也许是第三季的行情 因为他那个 最后面那个年底那一波的主升段 那一波要併量之前 他还不再做一个底部 也许那个时候有机会说 是不是有机会 到2万那边测试一下 那你如果看到跌就会害怕 你现在看到跌你就害怕 没钱就要破2万 你放在前面就怕在前面的话 真的第三季的行情 那边要衔接第四季 真的给你破2万的时候 哇 你可能也不敢买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我希望就是说很多的股票 还没喷出去之前 我们就已经讲在前面了 来 立志 我相信我们上个礼拜 就跟大家来做提醒了 那一个时候双红很强 那一个时候那一个旗红很强 那我反而跟你讲立志 因为我会员在5月中旬 已经先行部署立志 160块半 好不好 那这一档的立志来讲 我们昨天的会员讯息 早就已经公开了 疑虑的成本都在170块以下 好不好 那今天他创新高已经过200了 好不好 他创新高过200了 我刚刚提醒大家 像这种股票 你要有什么操作 不要等到那个 华人群董事长 那个发表演说 好不好 就这么简单 画面上你看这里 AIPC什么时候我跟你说了 你现在还在买红基 你红基为什么会追到55块以上 我节目有没有讲 我们不把红基拿出来 那个讨论 我要跟大家讨论的是红基关系股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 已经提醒大家了 对吧 这个礼拜要验证 是上个礼拜我抢的 我们是不是有告诉大家 你留言 走走走就定 你来索取我一个提示股给你 对吧 当时我已经提醒大家 红基 他先创新高拉涨停 但是我不要你买红基了 你不要买55块以上的红基了 对吧 我告诉你 红基集团 他其实在 因为去年 为了部署 AI 部署绿电 有间接持股 一间公司 你可以看一下上个礼拜 你有哪一拿到 这个提示图的 观众朋友 你看一下外资 外资的充分长在干嘛 外资在吃货 你知不知道这档股票够到过前高了 你知不知道这档股票够到过前高了 昨天外资卖哦 今天外资也卖超哦 但是这档股票快要过前高了 我相信你猜到是哪一档的投资朋友 因为这档比较少人猜得到 因为红基比较少人会觉得想要去关注他 不像之前的那个红海 那我希望说这个时间 你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给你的时候 那个提示图是长这样 当时候是一根的黑棒带上引线 这个礼拜 最近这几天 他已经 一根长红起来 准备要过这个前一波高点了 你看一下外资 外资的筹码 他是不是持续在加码 你如果选到这个股票 我请问你 你是不是不用去理外资卖超多少钱 对吧 你除非你去追那个八百块 买那个八百块以上的台积电 买那个一百七以上的红海 你也真的要怕 对吧 那你如果懂得接棒的股票 我不要你买红基了嘛 我讲得很明白 上个礼拜 我会要大家来索取这个提示图 我要你留言 怕怕不就定 外资送礼物你要接 对啊 原因就是红基拉起来了嘛 他已经创新高了嘛 突破前波高点嘛 我说我不要你去追他嘛 因为黄荣群斗市场要来台湾 你再买红基干嘛 对吧 你应该是在往前推一个礼拜 你就应该知道了嘛 台北电脑展在那个 那个六月初嘛 往前推两个礼拜不就五月中 现在换是红基相关的股票 开始接棒了嘛 那外资在买什么 他没有在买红基 在买那个红基相关的股票 因为积极低嘛 你大家都可以 把你手机拿出来比对一下 你比对一下是不是这张图 这个 拿到资料投资朋友 上个礼拜而已哦 上个礼拜而已哦 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看一下我的light 我传给你的是不是这张K线图 这张提示图是不是一模一样 有没有造假 这个礼拜 你找到的投资朋友 你应该都知道 他是拉一根藏红放起来的 对吧 外资是在加码的 他去比对一下 一根一根比对看有没有造假 跟你手机的那一个提示图有没有长一模一样 K线哦 一根一根下去做比对 我带会员在开始部署的时候 这档是那个三位数的股票 百元的股票 我带会员在卡位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很多人看到股票跌都觉得 这个股票很弱 那个笨手 烂股票 他不晓得底部 这样一段哦 这样一段哦 分享给你来讲 然后红基已经先创新高了哦 这个位置是红基已经拉涨停创新高了 所以我已经在节目上讲的很白 我不要你买红基嘛 原因就是在这里嘛 切记 明天盘前 明天盘前 各位留意 这份资料你有拿到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一下 那里面谁跟AI手机有关系 明天盘前 我们会把里面我已经带会员 开始在卡位的那一档股票 我放水给你 我把提示图丢给你 这个你不用做任何活动没有关系 你不用留言没有关系 你只要加入我的LINE小老鼠J178 手机拿出来你是新的观众朋友 小老鼠J178 你把这个LINEID搜寻加入 明天盘前 我直接把提示图放送出去 我做到这个样子 那当然了 你提早拿到这一份资料的 5月初母亲节之前 你就已经拿到这一份 强强联手黑马股资料的 你应该就可以很清楚看到是哪一档 今天银广有卖押 对吧 昨天的节目我为什么要预告 你不要要买银广了 我会员要卖了 对吧 我多久之前就一直告诉你 4月底的时候 我带会员部署的银广是从78块开始的 来 我不是要酸啦 是昨天真的太多人问啦 你干到掌停板就很想要买 很想要买 来 对吧 第四根掌停板出来 今天那个早上这边是不是有急啦 早上这边是不是有急啦 你这边试驾 作业尾中的掌停板 你这边被杀下来 昨天节目有没有看 昨天的节目没有看的人 透过YouTube频道 你找陈俊炎分析师的YouTube频道 你去看昨天5月29号的节目 我有没有特别跟你讲苹果 我买多少钱 你买多少钱 我的会员跟你这边追的成本差多大 昨天我特别大声呼吁 今天你有追的人真的 哇 我不曉得跟你讲什么 你一看出来 所以你要追股票你要有本事啊 你如果没有本事随便乱追 我觉得真的这个行情 不是空头的格局 后面大盘还会有一波新趋势的行情 可是你追高 杀低 不断不断重复上演 来 特殊朋友我是为了大家好 因为你有看节目的人 你就知道昨天我特别特别呼吁引广 我昨天特别特别呼吁引广 好不好 这个时间点 来 我们引广所有的会员成本一率都在81块2以下 最高就是81块2 不会超过81块2 你如果是我的会员 我带你买的引广超过81块2 你可以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干掉我 没关系 我抓的都是法人成本去 我已经让你知道法人吃货成本在81块2左右 你去买那个130以上 你去追那个今天早上追那个市价140 冤枉了 冤枉了 特别留意啊 我们已经跟大家呼吁过了 银广这一档股票 我们用最高成本81块2来算 我所有会员买银广的 现在至少可以赚6成 100万买银广可以赚60万 我已经讲的那么清楚 你也真的早上市价去追 买那个140、130的 哇多可惜 如果这个时间点你不晓得你手中的持股 你不晓得你手中的持股 到底后面还没有新一波的公式 或者是这个时间点 你手中的持股是法人弃手的股票 你不晓得 好好利用我Lite 小老鼠J78 把你手中持股状况 让我看到 那最重要的这个时间点 我们都跟大家来呼吁过 细制裁逃命 细制裁换股救星 我们有一档 就会有第二档 我的YouTube频道 你只要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尤其是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三个基本动作你有做 你自然而然会知道 很多股票我已经呼吁过 蛮长一段时间了 那我这边就不再多讲 好像很多人会觉得我是在编那些股票 不是 是联发科 你加我的Lite 我五月初 还不到母亲节 五月九号 礼拜四 那一天盘前我已经提醒你了 联发科这一段涨多少了 接下来 Apple的开发者大会 AI手机最大宗的主角是谁 台积电可以创下历史 新天价变主角 那一波是从2万拉过去 2万1他是主角 对接下来 AI手机呢 当然了 你也要懂得去关注一下大力光 郁金光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 一样就跟他讲过了 五月初我已经提醒你了 会有补涨效应吗 你有加入我Lite的投资朋友 你只要加入之后不要乱三账号 你自然而然很多宝贵的资讯 领先市场的资讯 你会先得到 而且是就在你的手机里面 除非你不信 那否则你绝对有钱赚 好不好我只能讲这一句话 对吧 那你看我的节目 联发科这一档股票 我们重复讲一次 5月9号 5月16号 5月20号 从他不过 还没有过那个1100 没有过1200 现在高点都已经1300了 我相信啊 你有加我Lite 你在5月初那个时候 因为5月初那个时候 大家关注的是台积电 对吧 那个时候台积电 突破前波高点 因为不断创下历史新高 那个时候红海很强 谁理你联巴科 对不对 我反而那个时候告诉你联巴科 那时候联巴科 你自己有加我Lite的 5月初的时候 联巴科的股价多少 有没有过1100 没有嘛 1095嘛 不到1100啊 对吧 我有没有放马后炮 没有啊 你有加我Lite的投资朋友 你只要5月初有加 然后一直留在里面 没有乱三帐号 你有没有赚钱的机会 这样子啊 你有没有赚钱的机会 我会员是这边开始部署了 没有最低点 985嘛 我都已经公开了嘛 你有没有赚钱的机会 当然我现在跟你讲 联巴科的原因是 联巴科接下来会带起 AI手机相关的个股 你买不起大力光 你无法驾驭浴金光 没有关系 相关后面补涨的效应 会发生在AI手机股里面 哪一些AI手机股 现在还没涨的 还在底部的 好不好 我的Lite会做分享 至少明天盘前 明天盘前 我会直接传送一张提示图 直接给你那一档股票 就是AI手机的股票 你5月初就已经拿到这份资料的 强强联手黑马股 这份资料的投资朋友 你如果还不知道 我没办法 因为资料早上5月初 三个礼拜前就到你手中了 可是明明底部那么好 给你都不买 你不知道 我带会员你买了 现在你看到联巴科 这样啊 那股票会去吗 我已经告诉你资金的方向了 接下来Apple的开发者大会 就好像我们在前一个礼拜 提前告诉大家 AIPC 台北电脑展 黄仁勋董事长会来台湾 对吧 你这个礼拜才要买那些股票 是不是太晚了 对吧 你现在这个时间点是不是 推算时间 两个礼拜后 有个Apple的开发者大会 你现在干嘛 买AI手机相关的股票啊 谁会补涨就买谁嘛 外资在偷吃货你就跟单嘛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那联巴科我的会员 买在985块 这个部署最低成本 第二季最低成本在985块 不是每个都985 没那么巧 因为每个人入会的时间不一样 刚好资金的部位也不一样 有的开始在做换股 所以有的是买在1100左右的 好不好特别留意 但是说这个时间点你要知道 你如果跟上我们的操作 我要跟大家来提醒 联巴科这一档股票 我的持股会员里面 已经有人获利百万了 联巴科这一档股票 已经有人获利百万了 当然了 那你如果是做零股的 我会员里面也有那个VIP 他是做零股的 因为VIP的资金来讲 也不到可以说去买单股的联巴科 所以我在精英会员里面来讲 有人是单股的联巴科 已经有人获利百万了 好吧切记 那我们获利换股的时候 要拉的股票 要买的股票 你务必不能错过 好不好特别留意 这一份的资料 我再强调一次 5月初的时候 你就已经拿到 母亲节之前 你就已经拿到了 红组有没有涨 瑞奇电通有没有涨 对吧 其他跟AI手机相关的股票 特别留意 我已经在会员在部署了 不要错过 现在行情谍是你的好机会 节目一开始 我已经提醒大家了 今天那个三尾盘 5月份第二次 外资连续卖超 后面 他预备会有一段的买超行情出来 所以现在这个外资带卖超的时候 你要懂得去把它偷吃货的股票抓出来 卡位好 外资后面连续买超的那一段出来 你就坐在轎上了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时间永远不等人 但在股票市场我要告诉你 行情要喷它不会甩你到底是谁 只要你不懂得买 不会卡位 喷出去了 你只能用追的 但你要用追 你自己要有本事了 好不好 特别留意 那个时候不到1万9的时候 我们就提醒大家了 那个还没过2万的时候 我已经提醒大家了 2万1还没来的时候 我已经提醒大家了 这外资手法 你一路看我的节目 你还不晓得是不是 他不怕 怕不就定 大盘回敌是外资送礼物这两句话 你听多久了 同志朋友 切记 我们在部署的时候你要跟上 不要等到后面行情来了 你又要替我们抬轿 好不好 舒服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致富投资风险